你好,我是莉莉 今天是2020年的11月28号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 能治疗癌症、糖尿病等老年慢性病的神药 氢烤素的功效、购买和紧急 在郭先生说出氢烤素是病毒、疫苗的解药后 很多网友都知道了这个神药 以前我的视频中有多次提到过这个氢烤素 但很多网友对这个氢烤素还是有很多不太了解的地方 今天我就专门做一期有关氢烤素的节目 在百度上查氢烤素 其实氢烤素只是它提成之后的名字 提成氢烤素的植物叫做黄花烤 也叫草烤、臭烤、臭黄烤、黄烤、青烤或者野烤 在大江南北的很多野山坡上、河边都有这种植物 氢烤素的主要药理作用是抗菌、抗病毒、抗寄生虫 促进细胞免疫、抗心律失常、解热 这是百度上搜下来的 我们知道肿瘤就是癌症 在百度上写的主治用法是 黄花烤的根、牢热骨征、关节酸痛、大便下血 黄花烤的草治疗属热、属湿、湿温、阴虚发热、瘧疾、黄胆 黄花烤的果实是牢热骨征、利己、恶疮、戒血、风疹 看来中国的中医早就了解这个黄花烤的功效了 而且也把黄花烤的根、颈、液都用于治疗各种疾病 热爱中医的图优优也是因为了解这些个功效 才想到提纯的黄花烤里的氢烤素的 在2015年 图优优因为研究发现了氢烤素 而成为诺贝尔医学奖项的获得者 当时我们只是为中国出了这么一个 有伟大成就的医学家而感到自豪 再加上说氢烤素是治疗瘧疾的 瘧疾这种病几乎已在中国消失 所以这个事热闹了一阵 自豪了一阵也就过去了 谁想到几个月前郭先生爆出了欧洲的科学家 和国内的战友一起给他的消息 说这个氢烤素能解疫苗的毒 也能解病毒 并且国内军队的飞行员和全水艇的官兵 都给吃这个氢烤素 中南康老杂毛及他们的家属也吃这个氢烤素 这是他们尝售的原因之一 从那时起 这个氢烤素才再次走进了人们的视野 很多网友买了这个氢烤素保健品 我也是其中之一 记住氢烤素有两种 一是保健品 一是药物 99%的网友在亚马逊上买的都是保健品 我的也一样 一是氢烤素药物不是随便就能买到的 二是普通健康人最好别吃药 试药三分毒 只吃保健品就够了 百度上查出黄花烤 有治疗心律失常 肿瘤的功效 别的我不知道 但我吃了这个氢烤素保健品之后 我以前偶尔有心脏 突然的就突突跳 使我非常不舒服的毛病 吃了氢烤素之后 这个毛病没有了 睡眠也比以前好了很多 但大家一定要注意 不要买国内的 一是提纯工艺问题 最主要黄花烤不能用化肥 不能有污染 大家都知道 国内若是种植什么植物 不可能不用化肥 那污染就更甭提了 天上土壤水源立体污染 无处不在 所以最好的氢烤素在美国的肯塔基 我们买的也不知道是不是来自肯塔基州 我想只要是美国出产的 应该都不错吧 国内广东卖的氢烤素派葵片是药 不是保健品 不适合普通人吃 而且有些战友还说 吃这个氢烤素派葵片 出现了很多副作用 所以一定不要买这个广东产的 氢烤素派葵片 百度上说的黄花烤根净液的功效 那从黄花烤里提纯出了氢烤素 有什么功效呢 氢烤素的半合成衍生物 在图油油2015年 获得诺贝尔生理学奖医学奖之后 得到了大力的发展 它的衍生物包括氢烤素 二氢氢烤素 氢烤素酸和氢烤米 所有这些在治疗月季方面 都表现出巨大的希望 这些化合物还广泛用于 抗肿瘤 抗纤维化 免疫之际 抗病毒 抗动脉周样硬化症 抗肥胖 抗糖尿病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 氢烤素对新陈代谢疾病 特别是糖尿病 肥胖症和高胆固醇血症 具有显著的治疗 有的网友留言说 这不是包治百病吗 但凡说包治百病的 都要小心 肯定是假的 谁说包治百病了 只有与人 新陈代谢有关的老年病 像糖尿病 癌症 心脑血管疾病等等 爆料革命 可没有说治疗颠纤 精神病 鼻炎等 氢烤素能治疗这些病的原理 以及解疫苗的毒 解病毒 是氢烤素能清理人 血液里的垃圾 人之所以生病的原因 就是血液里的垃圾 随着年龄的增长 越来越多 再有 现在这个世界 污染越来越严重了 尤其是国内 所以得癌的越来越多 氢烤素把你血液里的垃圾 给清走了 病自然就好了 但是不是 随时这个氢烤素都被问题呢 不是的 氢烤素是有禁忌的 氢烤素能把人类中九成的糖尿病 癌症 特别是肺癌 一线癌 基本上能铲除 吃氢烤素 一定要补铁 尤其是更年期妇女 要不然你吃氢烤素 会头晕乏力 所以缺铁性贫血的人 若服用氢烤素 需提前考虑补充 缺湿的铁剂 维生素C与铁同服 可以增加铁元素的吸收 这是和郭先生一起直播的美女医生 钟医生说的 这个钟医生可不是钟南山那个老贼 网友们不要搞混了 钟医生给出了原因 他说 拥有足量的铁蛋白 血红蛋白和转铁蛋白 对于氢烤衍生物能否发展最佳功效 至关重要 这与氢烤素的氢铁性有关 氢烤素的过敏桥 会被细胞内的铁所吸引 他们反应后锁产氧自由基 在与病毒互含高铁的细胞发生氧化反应 造成的破坏可致细胞死亡 起到杀灭作用 癌症治疗中的锁铁死亡由此而来 因为氧化自由基 只认铁元素浓度高的细胞 使得含铁量偏高的癌细胞和虐原虫 成为靶向性明确的被攻击目标 其实 人体内的血液循环系统的铁元素 含量最高 都集中在红细胞的血红素里 在健康情况下 他们都紧密的结合在血红素上 不会招来氢酪素的聚集 但当有外伤 炎症 病毒等造成了血红素的泄露时 氢酪素就像狼群嗅到腥味 立即靶向聚集到问题部位 由此原理 氢酪素可被用于治疗瘧疾 炎症 甚至癌症 所以对于有缺帖性贫血的人 甚至是处于生理周期的健康女性 如服用氢酪素 需提前考虑补充缺食的铁剂 人体吸收量最高 副作用最低的铁产品 是亚铁血红素 因它与所有氢酪眼生物结合 同时 维生素C与铁同服 可以增加铁元素的吸收 所以用橙汁服用铁剂是合理的 尽管违反了清水送服药物的普遍规则 但铁不易与吸音 钙 铭 和茶 一起服用 会降低其被吸收 钟医生说的太专业了 很多地方没搞明白 但我就记住了结论 对于缺帖性贫血的人 甚至是处于生理周期的健康女性 若想服用氢酪素 最好先补铁 而且维生素C与铁同服 可以增加铁的吸收 所以最好用橙汁服帖 我们普遍没生病的人 只吃氢酪素保健品就行了 癌症病人一定要吃氢酪素药剂 到哪去买呢 估计你得去问医生 最后再说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 香港时代革命 夺台湾金马奖最佳纪录片 时代革命以香港反对 逃犯条例修订草案运动为主题 通过示威运动中 七组不同示威者的视角 展现了运动的宏观背景 和参与者的个人体验 影片开篇介绍香港主权移交的历史背景 其后详尽记录了 2019年夏天开始的示威活动的过程 涵盖了战领立法会 721元朗袭击 以及香港理工大学冲突等关键事件 最后以次年香港国安法的通过和实施作节 两年前我们每一个战友 都曾经为香港抗争的人们流过泪 纳过海也曾经转发过无数的图片 这是为所有抗争的香港人设置的 台湾金马奖评选委员会 真的很有风骨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 拜拜 拜拜